OK,就是内灵盖门漏水的问题 首先我们现场模拟了一下 针对现场 这边是室内 这边是室外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盖板要拆下来 拆下来的话是要使用磨光机 把它从中间把它切断 切断之后 从两头跳出来 对,把它拆下来之后 我们会给到一根布框 要注意这边是有排水的 这边是朝外的 对 把它压上 布框装好之后 把螺丝固定 对,这两边打两颗螺丝 螺丝打好之后 把我们的盖板可以装上去 盖板装上去 然后就是 把这边这个角落 拆掉之后 这个角落会有 会有一个缝 这里需要用黑胶把它 除此 这里会存在漏水的情况 室内也是一样 包括室内 包括室内室外都要组织 我的胶条是压在我们的腹框上面 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防水的一个胶条 防水的胶条 对 是压在这个位置 压之前最好是打一道胶 对 这个皮条我们也会最好 这边一样一直压过去